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像小蜜蜂那样去吸纯丝花蜜呢? 来到这个莲花池就可以了 你要吸之前首先就要认清莲花究竟是痴性还是红性 因为莲花是痴虹团体的植物 第一天就是一个痴性 它就开了那个花 中间就有花蜜可以吸的 第二天它就会变为红性 它就收起了 这些我们就吸不到花蜜 第三天它就会是痴虹团体 我现在看上去真的猜不到它里面是水汪汪 很多蜜蜜 我试了 我吸了 我想象的那些很甜很甜的花蜜 它是很清 有些小点的甜不西 而且是较稀 reg 有点小小甜蜜 很开心 Tae j 因为时间的关系,我们已经冰冻了这个绿花茶了 它的味道是非常清香 跟我们刚才在池里喝的花蜜是差不多的味道 有点香水的味道,非常优伤 记得,这个泡莲花茶的活动是住客才可以体验